保护生命 辅度众生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豹法师同法讲座 众生无边是缘土 烦恼无尽是缘断 法门无量是缘血 否刀无伤是缘程 愿消散张煮烦恼 愿的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张喜消除 世事长行菩萨达 世事长行菩萨达 不愿醉张喜消除 洗抱屁 搭屁 洗抱屁 没关心 洗抱屁 洗抱屁 吸干 洗抱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到的叫慈悲的力量 非常好 因为事实上佛教的精髓 来自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成佛 那就是为了这两个字 慈悲 就是我们讲的救苦救难 要让所有众生都没有痛苦得到究竟的快乐 所以特别我们大乘佛教 有各种的经典 理论 包括修行的仪轨 各种的法门 老实说 借我个人来说 什么法门都好 就是希望 从这个法门 你懂得展现慈悲 去帮助别人 而且你必须 所以好像被认为你是一个慈悲的人 这才叫修行者 我教有一个出名的故事 有四个禅修者 在河边打坐 第一个 修的是解脱的四身体 第二个 修的是十二因缘法 观生灭因缘 第三个 很认真的打坐 修空性 菩提心 那第四个 年纪比较大 坐不住 一直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那等一个早上 过去了 另外那三个禅修者就问 最后那个老的 他说 我看你都坐不住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根本没有在禅修 那那个老的说 蛤 你们都没看到啊 因为我一坐下去 就看到一只虫 掉到水里 我赶快就给它救起来 等我要打坐 又看到另外一个虫 又掉下去 我都把它救起来 哇 你们三个眼睛闭的 都没有在修 都没有看到啊 这很奇怪 第四个才是真正在修行的 因为 它充满了 对世界外在事物的悲心 那才是佛教的精髓 同样在 中国佛教也有一样 这样的故事 有一个老和尚 有四个徒弟 他老和尚很久了 下山 看他几个徒弟 做得怎么样 结果第一个徒弟 就报告他 师父你看 我把寺庙盖很大 还要盖第二间 老和尚说 嗯 你有成就 然后呢 二徒弟也来了 那二徒弟说 师父 你看我写了这么多佛教的书 很多人都在看我的书 老和尚说 你很有成就 那第三个说 师父 我到处讲经说法 很多人喜欢听我讲课 老和尚说 嗯 你也修得很好 结果老和尚就问 诶 那你们 第四个跑哪里去了 他们说 哎呀 第四个最没用了 每天在那边哭 然后呢 那他们就比外面 结果第四个在那边哭 老和尚走过去 就看到 他为什么哭 他坐在那边 啊 师父 你来了 那师父说你为什么哭 师父说你看 地上蚂蚁那么多 我看到他们好可怜哦 我只要看到他们 我就一直为他们念佛 希望他们 赶快脱离畜生 结果老和尚才抱着第四个说 你才是我徒弟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 大概你就知道 佛教的教育的目的 我想不管你 修律度母 非常好 但是你要像律度母一样的 有悲心 看到众生苦 你要掉眼泪 所以 你就 四倍观音 不管你 以鬼背的多好 经典研究有多少 如果你没办法 去拥抱众生的痛苦 去 就像一个妈妈疼自己的 独生子一样的感受 对方一痛苦 你心里就会痛 会疼 那这才是修行的力量 这才会展现 慈悲的力量 所以佛教的修行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 爱心 慈悲心 你就可以 把自己的 不好的消除掉 甚至你就可以开始 一直 产生一种 新的力量 态度 所以 这是最基本的 当你一慈悲的时候 阳光就起来 当你一慈悲的时候 黑暗就消除了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 我今天来参加法会 或是我在 看佛经 或是 当我看到受苦 我才想到慈悲心 这还不是真正的慈悲心 慈悲心有一点像 钓鱼的人 他时时刻刻看到 那个 那个湖标有没有 沉下去 因为有鱼了 就像一个做生意的人 他24小时满脑子在想 钱钱钱钱钱在哪里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各位要修慈悲心 要把它当做你的呼吸 变成你的生命 所以佛教会说 每一次呼吸 意思是说 活着要干嘛 是要给众生快乐 是要帮助众生离苦 必须要一直练习 所以不管你吃饭 走路 穿衣服 都要想到众生 要把它养成一种习惯 当然 各位最好观想 自己变成四倍观音 四只手 就代表阿弥陀佛的 慈悲喜舍叫 四无量心 也代表 阿弥陀佛的 四种颜色的莲花 去接引所有受苦的众生 让他们坐在莲花 引导他们去极乐世界 所以任何一个生命 都可以 离苦得乐 同生净土 那你也变成 融入这个观音菩萨里面 去帮助众生了 脚趾头 手指头 身体 都一直流出肝露 满他们的愿 然后就一起 生起这样的心 和念阿弥陀佛 如果你很喜欢 动物 放生 那你要特别观想 现在你是充满能力的观音菩萨 所有被杀的牛 所有被杀的猪 羊 鸡 你都可以马上把他救出来 然后呢 救出来以后 让他们也都能够去极乐世界 你要这样相信 所有可怜的都得到帮助了 反正就是 你要认为 你就是一个充满慈悲 无所不能的观音菩萨 他们什么样的苦 你都可以把他救他 所以等一下 我要看各位有没有力量 你不能坐这样 你都要死要死 哎呀 那人痛苦的样子 然后 你要真实 我就是观音菩萨 这个人很坏 我叫你 奥玛尼别灭后 他就会变好心 这个人要去强奸女人 我叫你奥玛尼别灭后 他会变成很尊敬别人 你要有这个信心 然后念出来 甚至你每一个毛细孔 都变成一个净土 就会流出所有净土的功德 然后来引导所有众生 进入你的毛细孔 进入阿弥陀佛 进入不动佛的世界里面 希望大家多这么练习 特别在中心里面 我们四面八方 左右都是慈悲的佛菩萨 当你用慈悲心一升起的时候 每一个佛像 每一个咒语 每一个生物 都会发光 集中在你身上 然后透过你 这个所有慈悲的力量 又去帮助所有 你看得到的想得到的 他们都可以离开痛苦 就像一个小孩子在叫妈妈 当你一升起慈悲心 想帮助众生 所有的佛菩萨主师 心都会痛 他会马上感动 然后就把所有的慈悲心的力量 就灌在你的心里面 你的生命 然后你又开始去帮助所有的众生 那所有众生也变成 离苦得乐快乐的菩萨 所以百千万亿的慈悲心 又来加持你 然后你又去帮助众生 而达到所有世界 我们大称说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的这种圆满的状态 简单的说就像这个灯 我们只负责慈悲心 它就打开了 那电力公司的力量就会进入你 然后呢 你只要保持慈悲心 这个光就永远在照着 这个电扇就永远在吹着 这个冷气就永远在吹着 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修行方法 就像我现在坐在这一尊 我可以说是全美国最庄严的 哇 释迦牟尼佛 觉我佛 我坐在这边 我现在变成觉我佛 你相信吗 因为我相信 因为我的动机 我只想拥有佛的力量 只要我用慈悲心 就可以把佛的力量 展现在整个美国 整个法界 整个地狱道 所以我想你家里 一尊再小的地藏菩萨 一尊再小的莲花生大士 乃至一本经典 你有信心 那这本经典的力量 就像我刚开始 学佛 我喜欢读地藏经 我只要出国 这个人头痛 我就把地藏经 像圣经一样摆在他头上 那就好了 所以因为你的信心 悲心 经典的力量 佛菩萨的力量 就可以展现出来 就像我很喜欢送人家咒语 然后呢 等一下要发给各位一张 不动佛 所以 这张不动佛 任何一个生命 包括几百个人往生了 你拿来给他们看一下 阳光闪一下 他们就一定脱离三个岛 愿往生 妙喜净土 一定往生 各位一定要 对任何一个三宝 的加持物 有绝对的信心 那为什么要有绝对的信心 因为要帮助 因为要圆满慈悲 自然佛的力量 就圆满的展现出来 但有一点很重要 很多人说我这样念就好了 当然我认为佛的力量百分之一百 但是你自己也要尽力 比如说 报纸上又写 有一部飞机又掉下去了 可能死了一百个人 那我呢 我会拿一百块美金 至少一百块美金 帮这些人 做点灯放生 什么 一个 一个项目做两块 我有这种表 我尽我的力量 布施 来 帮助你们 然后呢 我来为你们 请佛菩萨 加持你们 带你们去极乐世界 各位 你相信好了 大部分人都走大安慰 很多就往生净土 所以我们希望 这个慈悲 真实能够产生力量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的自我功德力 就是你要有真心的奉献 真心的用你的 范围之内的去奉献 然后再加上佛的力量 那这个慈悲才能够圆满 就像佛陀过去式的故事 一只小小的安吞 他为了要救整个森林的大火 免得树上的很多小生命 被烧死 但是他奉献了 他一只小鸟这样飞到很远的湖 一点点水 一直飞来飞去 全身的羽毛都被烧光快死了 因为他这种奉献的力量 感动了天神的力量 而降下雨 到现在那个地方 永远都不会下雨 所以他这样 他才可以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佛 这个说法就是 为了圆满慈悲心 你一定要有消除我值的空性 这个空性 佛陀用他的生命去展现空性 断头流血奉献 如果一个人修慈悲心 他还想要让人家知道说 我很会讲课 我很会读经 我很会打坐 我的出身很高贵 这有时候很可怕 因为这里面还有一种分别心 这样你就会 你把你的分别心大过于慈悲心 那是很恐怖的事情 就像天主教在做弥撒 基督教在做祈祷 那个时候 你最好跟他们一起念 那至少随顺他们的声音 千万不要说 我念的跟你不一样 或甚至我佛教的咒语经典 会比你好一点 这个就是一个分别法治 这是很恐怖的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要把所有修行的方法 都是为了培养你的空性 菩提心 而不是说哪一个法门比较高 哪一个法门比较低 我发现现在佛教有这个最大的问题 当你认为你的法门 你的教派 你的师父 比别人好的时候 你已经中毒了 你已经没有悲心了 只有分高低的分而已 所以佛教最主要的修行 是转化 就是转念 他们在打麻将赌博 你可以转化他们 你要让他们去 他们在做的事情 变成是在做佛教的事 任何一件事情 你都要把它 把不清静 把不清静 转为清静 因为你要有这个悲心 去帮助他们 所以各位要 如果你愿意修佛教 愿意成佛 那你必须要 那你必须要 分分秒秒都用慈悲心在生活 他们在shopping 等于他们在修行 他们在烫头发 也在修行 他们在喝酒 也在修行 先不要批评 先跟他们结缘 因为这些境界 都是让你成佛的助缘 哪一天 你如果这样一直慈悲下去 你成佛了 那地域都可以让你转化为净土 世间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就像各位 走到那里都会看到 挂着五色风马旗 这就是一种转化 地 水 火 风 本来不清静的 意识本来也是不清静的 但是都可以转化为五方佛的净土 五种智慧的圆满 所以各位你要开始去 就像我坐飞机 每次到任何地方 到波士顿 就会看到很多大楼 我们就会念一个咒 这叫我们汉传很重要的咒 就是把所有大楼都转化为一间一间的净土 然后呢 所有罪业通通消除 所有的世间都变成净土 那你要负责转化 最后简单的说 你认识佛陀 如何转化 每一个爱你恨你伤害你的都变佛陀 这个才叫修行 你很尊敬你的上师 千万不要说我的上师最好其他都不好 你又中毒了 是每一个人都是你心中的上师 要去供养他去学习他的优点 要真的这么做 不能做假的 我发觉现在很多人 我喜欢我的上师 对其他人都看不起 这个叫傲慢的毒 他得不到佛教的经碎 是所有不清净的都变成佛 所有不干净的地方都变成净土 这是你心里该有的责任 所以 这个是地球 站在解脱道说 地球是不清净的变化无常 站在大乘佛教 地球就是净土 要把地球转为净土 所以我们要行动去努力 这才是重点 最后留几分钟各位有问题吗 可以问 谢谢 这位海涛法师 我每天在follow你的YouTube 在做诗时 我想请问一下 有的时候 因为你那里面讲说 要八点以前 所以是台湾的八点 还是这里的八点 诗时部分时间 早上诗时 没有 诗时是二十小时都可以 他那边有写 没有 那是八光灾戒吧 那不是我写的 这边晚上那边白天 那边白天这边晚上 反正任何时间都可以 因为那是我们的悲心 而不是他们的时间 只是说透过那个时间 你比较容易记得 但是念佛 诵经 词咒 任何修行 都不离开 都是平等的 谢谢 谢谢 那法师我第一次来参加 我想问你 我最近我做帮很多人 我有点感觉很疲倦 我今年已经有帮了三个庄里 就是有人死亡了 有三人死亡 我一直帮他五年了 后来他没有钱 我就付款来帮他装一个 但是最近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很疲倦 因为不停的太多人需要帮忙 那我怎么样解脱我自己的痛苦呢 因为我刚刚有说过 我们要去帮别人 要有全然奉献的精神 你不能有一个我还在痛苦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舍掉自己的 包括生命才可以消除这个 我执生命是我的财产是我的时间是我的 那个时候你才叫空性 很多人都认为我读了中观 修了大圆满大手印就有空性 啪它一下它就没空性 加钱拿给我用它就没空性了 所以你要修空性它必须有 就像你这个挣扎 你只要坚持下去 坚持帮 帮是我们的生命 然后痛苦就让它过去吧 还是会痛苦 痛苦到不会痛叫正的 乏人 正的终于什么叫空性 所以佛陀经常说 他用他的眼睛割他的皮股 这些来正空性的 现代人是用看经典来正空性的 那差就差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认为 你帮三个还不够 你要帮三十个 三百个 然后这辈子帮不完没关系 帮三亿个都没关系 这个地球光人就有七十亿个 那你要 你要告诉自己 我的愿不会退 一定要这样发愿 菩萨道 虽然我们是凡夫一只小蚂蚁 但是这个愿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所以任何人要用这个愿来撑住自己的生命 但是你会发觉 当你完全舍掉的时候你就拥有一切 所以继续努力 好 感谢 阿弥陀佛 真敬的海涛法师 真的很荣幸今天能见到您 我呢就是 能够皈依佛门 真的是由于海涛法师 就是不到什么银元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然后我就随便的 看那个YouTube 然后砰 海涛法师的这个讲座就出来了 然后我就看 哎呀 太慈悲了 然后我就觉得讲的内容也非常非常的 就是很有道理 我觉得豁然开朗那种感觉 然后等到那切底的时候 我自己就跑到这个千佛寺 然后归异了佛门 所以我觉得非常荣幸 那我今天的问题呢是什么呢 就是我和我先生 那我先生他妈妈呢是医生 然后他们妈妈爸爸 就公公婆婆吧都已经是九十 一个九十 九十四 一个九十二了 然后呢 因为他们以前就是在大陆嘛 然后就文革的时候呢 我先生出生 然后半岁的时候就把他给丢掉了 就是丢到农村去了 然后因为他也带不了嘛 就关系跟妈妈关系很不好 然后刚开始还有来往 后来的时候就不怎么来往了 然后我去年因为归于佛门之后 我觉得家里的这两个菩萨嘛 我爸爸妈妈都已经往生了 所以这样 然后公公婆婆因为还健在嘛 我就觉得今天就是 我去年请了一个地藏经 我地藏菩萨回来 我就每天早上起来在祷告 就是说希望我先生和妈妈 爸爸的关系能够和好 然后我希望还能有机会 就是回去回国 我们出来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嘛 那爸爸妈妈这么大年龄了 我觉得很担心他就任何时候都会走掉 可是我们跟他的关系还不是那么好 尤其是我先生 那我就想我怎么做我已经半年多了 还是没有转变怎么办呢 好 记住我一句话 只有悲心 信心千万不要担心 你做你该做的 你先生做你他该做的 他跟他的缘分 你不要去改变你先生 你唯一能做的身份 你是他的媳妇 所以我尽我的力量 为他们做修行回向 这样就好 他们一定会得到 乃至有机会 回国你可以好好的去告诉他们 我是你们孝顺的媳妇 我来孝顺你 我来对你好 哪怕是十分钟他都感受到快乐 但是心里还是接受你先生跟他们的因果 当然 你所做的功德 也可以回向你先生 愿他 哪一天慢慢会对他父母有好感 这样而已 所以 也不是光回向他 当愿天下所有子女都孝顺父母 但是你把你那一份做好就好了 但是不要 刚刚讲的 我担心他怎么样 他为什么不这样 这个都是伤害佛性的 所以 任何 不相信 担心 放不下 感觉到很烦 这些情绪要赶快把它过去 赶快一秒钟就让它过去 只有一个 相信 悲心 我是为了成佛而存在 而且耐得起孤独 并不要别人认同你的想法 当然 你的想法 这个肯定是正确的 你就不要管别人了 所以也不要活在别人的眼睛里面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自己 佛法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改变对方 但是佛的力量永远在帮助对方 所以哪一天你成佛了 那 这些因缘都可以具足了 那现在是透过别人的不认同也好 别人的漠不关心也好 增加你的信心 所以我刚刚讲的 要耐得起孤独 所以你要别人来认可你 那你还有一个执着希望 就像我唱歌希望有人听 那不行 我穿衣服希望有人看 那这样你还活在一种虚伪的 所以你要把这个我都给打破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想如果你这样去做 你的先生一定被你感动 世间的问题 但是不能说我对你那么好 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我好 你就继续对他下去就好了 你不能有所回馈 这样就可以把你这个 我要我不要消除掉 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如果你要圆满慈悲 有这个我值 没有空性 你就没办法圆满慈悲 所以空性是保护慈悲的 空性不是佛教的目的 这点要记住 慈悲才是佛教的目的 但是你要圆满慈悲 没有空性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那自己起分别心 怎么办怎么办 那就是又离开了这个空性 所以藏传佛教讲三昧夜戒 什么叫三昧夜戒 离开空性就犯戒 但是慈悲是基本的 但是很多人在研究的时候 为了就忘了慈悲心 每天在研究空性 研究三昧夜戒 但是它基本的又了 又伤害到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弄得很清楚 所以你就继续孝顺下去 默默地做 这样就好了 好 谢谢你 不好意思我的中文 非常很不好 请问可以再一次说 这个mantra 譬如说他告诉我 飞机说mantra 可以再一次说 也有给我们的意思 好 谢谢 这个叫大广伯楼阁 灭罪咒 也就是说你要观想一个很大的房子 像净土 但是这个咒一念出来 那所有的房子 都变成净土的房子 里面住的都是五方佛 所以所有房子里面的众生 都变成五方佛 因为他们的罪业通通消除掉 这也是汉传佛教的三大超度咒 而且念这个咒眼睛要看 你眼睛看到的人事物通通消除也 这也是汉传佛教的三大超度咒 就是你要超度一定要念这个 大宝广伯楼阁灭罪咒 那也是藏传佛教的过急解脱咒 从底下过了 有时候有贴在那 从底下过了 他们就可以超度 所以他会贴在房子上 那汉人是用眼睛 所以 眼睛一打开就 像你住在楼上 在街上看到很多人 就 他们的所有的罪业不清净都消除掉 真静的海涛 您好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 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我们在这边经常放生 但是自己有家人不相信佛 就是追求吃那些 海鲜刺身牛肉这些 然后除了能够帮助家人回向之外 还有什么可以帮他做的吗 首先你要修的是 冤亲平等性 就是说别人吃肉 你用平静的心 你家人吃肉 你要用平静的心 这样才不会伤害你所修行的力量 然后你越平静 你的祈愿的力量越强 你希望你家里的人 也能够将来认同你吃素或放生 搞不好他也会吃素 你越平静 就像镜子越干净 反射光越强 你为他们所做的任何一个功德 回向给他们 他们都会得到 但是你用有一点烦恼 不接受痛苦的心态 为他们念那就没用了 力量和薄弱就像 已经模糊掉了 所以冤亲平等是 对我们的家人最爱的人的这些特殊的我们不能接受的毛病 这就是我们要修的 用一个空性平等 所谓空性就像虚空一样 接受一切叫空性 就不离开空性 但是又对他慈悲 不然的话你要他好你才要做你就会退转 所以为什么说 空性不分别是保持慈悲 是保护慈悲的方法 所以最后你会感谢你家人的不合作 因为你才会比别人精进 就像我父亲跟我说 我们皇家从泉州开炎市到现在 二十几代就没有人吃素 更何况出家他都去调查过了 所以我爸爸是这么说 那我是道德来想 又因为如此所以我要做 但是我没有改 我只是偶尔勸勸我爸爸说吃素很好 当他生病的时候 后来他吃素也不是因为我 是因为他去公园运动 我在台湾很出名 他的一个朋友说 哇海盗法师是你儿子 他说对啊那你还吃肉啊 都没面子啊 我就这样 那个佛菩萨的事情 要回来把我打电话叫回去 要干嘛 我要吃素了 你帮我念一念吧 归一佛归 然后他要吃素了 把我妈叫过来 既然我要吃素 你要煮给我吃 你也要吃素 我就这样解决了 但是我没有放弃 十二年刚好 从我学佛到他们吃素 我当然希望他们吃素 十二年 但我心里一直很平静 全天下 都是这样 我修行是为我爸爸妈妈 就是因为他们不修行 所以我们来修行 既然我为我爸爸妈妈修行 我也要为众生修行 众生不做了都我来做 这样可以 但是我不要求他们做 因为他们本来就有佛性 时间到因缘到他就会做 这不是不争不减的东西 要这样去看 所以还是做下去吧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就是在工作中 经常会需要和生病的小朋友一起 就是经常是我们说的夜病 就比如说自闭症 中风脑瘫很小的小朋友 我想请教您一下 从佛法的角度上 能够怎么帮到他们 最快的方法 不是用你的力量 医生或护士的力量去医他 佛教讲空性 当我去看这些小朋友 我就变成要是佛 或是照顾小朋友的不动佛 或是喜欢小朋友的利度母 都没关系 所以我是用佛的力量 而不是用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力量是什么 清净心 信心 悲心 透过佛的力量 帮助这个小朋友 那个时候你才会感应佛法的不可思议 佛力的不可思议 就像阿弥陀佛没有要你修什么 你只要相信我 因为你到我极乐世界 你什么就乖乖了 因为阿弥陀佛的力量 净土的力量 让你不会起任何探陈子 所以这一点 这个是最快的 很多人说 我要研究很多佛经 我要读很多佛学院 然后我才会 那时候你是一个学者 不是一个修行者 学者是没有力量的 所以还不如一个不认识的老菩萨 念的是 阿弥陀佛 那家还会跳 你不要去纠正他 说那个对还错 像台湾一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两个人讨论 我说你们两个都去不了极乐世界 为什么 因为相信 什么声音都没关系 所以我想这一点 你还是 就是因为我们要帮助别人 我们才要念佛 用佛的力量 就像刚刚讲 我变成观音菩萨 我变成觉悟佛 那我自然有力量 去帮助对方 就像说 假设这样好了 今天有个小朋友病得很厉害 我来拜佛陀 观想 佛的力量不可思议 佛法无边 小朋友一定会好 你要有这个信心去拜 就像地藏王菩萨 为他妈妈来拜佛供养 他就可以下地狱救他的妈妈 这个方法没有修行久或不久 这个信根是最难的 最容易也是最难 因为怀疑 所以我想 你有这个机会接触小孩 那你就 没有问题 我就是小孩子的救星 因为不是你 因为是佛的力量透过我 观音菩萨的力量透过我 去帮助他们 当你在帮助他们的时候 你自己也得到帮助 你的心也得到帮助 你会越走越有信心 所以 拜托你了 各位 所有小朋友 好 也是跟工作有关系的问题 就是 学医的 然后呢 动手术 做动物试验 这属于杀生吗 然后在做手术的时候 比如说冤亲赛主 藏在牙里面 动手术 也是属于杀生吗 完了 你要相信佛法 就算 你就杀猪了就好了 但是我的动机 动机决定一切 我的动机 我手上拿这个武器 刀子 是一个加持物 是个天铁 他就超度 这样就好了 重点 因为这样你才可以超越你机子 那有没有造业 还是有业 但是你愿意承受 但是你不能用一个 不安心去做 那更伤害 你还超度不了那个动物 如果你用了一个 很清净的心 我当然能够不做最好 但是我现在不得不做 但是我用佛的力量超度他 就像有一部电影 他先生杀猪 他负责抓猪给他先生杀 但是这个太太觉得 这是他的命 他接受 做人家的太太 我能说什么 但是他天天忏悔 天天念佛 结果他死了 很多人说那个人 每天抓猪给他先生杀 他可能会下地狱 最后他就极了世界 因为他的动机是帮着猪 但是他在元起的因果上 他是人家杀猪的太太 这样 他必须接受这个国保 所以我想这个念头自己 这个叫心清静 比较重要 所以我想各位你做什么行业都没关系 但是我 我是个三宝弟子 透过我可以把三宝的力量给对方 做什么都对 所以这样看比较快 好 还有吗 感恩海淘法师 就是现在特别在北美这里呢 到春天 很多动物就跑出来了 给车给撞了 在路上 这样的话我就把它搬到路边去 前几次我连那干露水也没有什么 前天我就带那些干露水给它撒一撒 就是心里念念观音行咒 这皈依三宝这样 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首先要随起你的功德 太慈悲了 那你要相信 透过一个对佛法有信心的人摸他一下 碰他一下 他一定脱离三额道 在《大解脱经》说 任何一个痛苦的生命 听到三宝的名号 就像在地藏经里面 说哪怕下地狱的众生 听到一句 寄送任何佛菩萨的名号 他保证脱离三额道 所以全天下有这么多动物受伤害 哪有几只动物得到三宝的加持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任务 也就像我每次走到哪里 我都会撒干露水 为什么哪一条路 不管是飞机上也好 这种办公大楼 我以为是在白宫的撒那个警察 其实假如是过来警告我 跟我问了老半天 后来他知道这个是水 他只给我警告说 这一次放过你 下回你很危险 但是我因为 这是我的习惯 那因为我相信 任何把大被揍的水 干露水洒在哪里 那个地方就净化了 就清净了 这是我的信心 也透过这个信心 所以我活得很愉快 任何一部我坐的飞机 都不会掉下去 因为我相信 就算掉下去 我会全部带他们去极乐世界 这也是我的任务 所以对我来讲 你归一的三宝 最难就是相信 从归一到成佛 就不离开三宝 从到整个极乐世界 就在念佛念法念圣而已 你念心经可以 你念大被咒可以 你做什么都可以 所以当然佛教里面很多 比如说我尸体 你把它念不动佛心咒 撒水 撒沙 撒米 那是碰触一下 它就有超度 那是大水球咒 你们这个手上 像每次他们写牌围 我写完我就用这个盖章 他们问我师傅你这个干嘛 注意啊 接触解脱啊 所以 那因为我有信心 那事实上信心它就超度了 佛力100% 但是佛力要靠着你的信力 才能够给它 所以我想 我们默默地做这些工作非常好 我认为在欧美地区太多的动物 他们都认为不要喂它 那我说 你们喂它跟我 我们喂是让它解脱的 不是让它失去 这个什么生存能力的 所以 你看到一个大河 大湖泊 我跟它捏一遍大悲咒 捏一下水的咒语 又捏钥匙咒 整个湖水都变成钥匙咒水 你一点都不能怀疑 所以各位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是我今天跟各位讲的 相信 那你的悲心就会很有力量 你只负责慈悲就好了 就像妈妈爱小孩 那是天然的事情 我们只负责一种天然的爱 然后再加上你跟他念佛 所以不要急的 我发现现在有一个痛苦 每个人都急的 每一本我都读完 每一个遗轨我都要灌到馒头包 他从来也不用 不知道要用哪一个 这个很可惜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祖师有点好处 一句阿弥陀佛称到底 但是我认为我也不会偏激 因为我认为别人讲的好的 我都要学 包括其他宗教讲的一些特殊的法门 我都要学 因为我是负责慈悲的 慈悲把它这个好的转出去 这样就好了 好再问两个问题就要下课了 那就是家里人 还没有归于佛 也没有吃素的话 在给他们做肉食的时候 也就念观音心咒或者是 文殊菩萨有一个咒 我特别要讲这个咒 我特别要讲这个咒是因为 传承给我这个咒的上师 那时候在印度 他也是 也是我们之贡嘎局的 一个大活佛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是因为 他要传承这个咒给我的时候 出现了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 湛民师还是在 最庄严的彩虹 五条清清楚楚 浓得不得了 然后到前面的草地 因为他说他要传这个咒给我 那时候就出现了 这个彩虹 所以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要有信心 恩阿比拉奉 噶阿比拉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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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超市里面 所有他们在吃的肉 保证都往生净土 有这个信心 所以上乌是 And so seid我们吃了 我们还是会念这个咒 因为 希望所有被吃掉的肉 得到育天 那ジ Lands stellar in that 噶阿比拉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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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噶…噶阿比拉奉 噶阿比拉奉 噶只有用以来 那时候 噶手下 就是饮料里边拿,可以吗? 我想,没有分, 甘露水也好,大杯咒也好,钥匙咒也好, 只要你有信心有悲心, 什么都不会念, 念个Ong都可以, 因为Ong就是把不清净转为清净,叫Ong, 就像我们汉人念南无, 南无的意思, 你再怎么伤害我,你都是阿弥陀佛,叫南无阿弥陀佛, 转化的意思, 所以,就算很多人都不会念, 我都会教他们念Ong阿弘, 为什么叫三字种词,种词一切, 所有佛的生口语都透过这三个字, 所以我们供花、供果都要念Ong阿弘, 只是在藏传把Ong阿弘放在后面, 中间缝半杂阿弥陀佛就是代表灯的意思, 或是花或是什么, 就是任何一个都不离开诸佛菩萨生口意的价值, 然后让它转化一切, 我想我们,你问我这些, 你都知道,但是你信心不够, 那你就相信就好了, 知道了, 所以你煮过了饭, 你喝过了水, 你走过了路, 就像很多人说, 师父我房子卖不出去, 我就会说, 在哪里啊, 我们去看看, 因为我们去了, 他一定卖得出去, 然后呢, 师父干脆你这边睡一晚, 那你福报更大, 所以我想, 就像很多居士, 买新车, 来, 师父坐一下, 这像你福报大了, 不是我有力量, 而是因为, 我们相信三宝, 那三宝的力量, 就会加持这个房子, 这个车子, 这个病人, 这个往生者, 一定会得到离苦, 好, 谢谢, 我们就要回向了, 来,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得三宝加持, 相信三宝, 发起慈悲, 念佛度众生,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 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老和尚与白胡的善姻缘 1936年春天 善心的林团长带着一只狐狸 来到南华寺拜望老和尚 这只狐狸毛色银白光滑 前嘴突突 尾巴细长而松 十分讨论喜爱 老法师 要识说起这只狐狸的来历 那真是非常的细色 哈哈 竟然抓到了一只狐狸 这只狐狸的毛皮竟然全是白色的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就在猎人才要杀死这只狐狸时 却看到白狐又哀求的目光 看着他 而且还频频扑手 算了 我就找你一命 把你送到的墓园吧 后来这位恋人 因时不容易 你们抓错人了 我根本没有做过那件事情 这话你留到警局里面 再跟我们警察说吧 快走 我们只是奉命来逮捕你了 有什么事 去了警察局再说吧 冤枉啊 我是冤枉的 虽然案子并没有过得不错 但是此男却久不久 猎人的妻子应担心丈夫 所以便向一位占卜师询问鸡胸 来 你先抽一支签吧 你丈夫的这场官司 是因关白狐而遭之的果报 啊 那我该怎么办啊 我该怎样才能救出我的丈夫啊 你应该尽快将这只白狐 送到南华寺的住持和尚那里 请求大和尚将其放生 只有这样才能让案子迅速解决 好的 我明白了 于是这位猎人的妻子便从动员赎回了白狐 并同我将白狐送到这里 居然是这样 那我就收下这只白狐 就这样 老和尚收下这只白狐 并为它开示三归五剑 之后就将它放归到后生的树林中 你可以安心地走了 去你想去的地方吧 虽然老和尚已经将白狐放生 但这只白狐 还是会经常回到寺中一时 尤其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自从老和尚为它传授三归五剑 好 白狐竟不再吃肉 仅吃水果为生 哦 你们看 那只白狐又跑来了 他一定是饿了 又跑来找吃的吧 这只狐狸可真漂亮啊 阿辉 我包袱里有些肉干 拿来喂它吧 好啊 狐狸 这肉干很好吃 啊 这么像的肉干 它竟然都不吃 喂 那它究竟想吃什么呀 好吃的苹果 你吃吃看 这是怎么回事 这只狐狐狸竟然不吃肉 只吃水果 你们可能不知道 自从老画师给它说过三归五剑 它就不再吃肉了 这真是不可思议啊 有一次 这只白狐被一名聪明追打 轻轻地想 白狐就像猴子一样 快速地爬上一颗男人 面向南华所不知的白狭 可恶 竟然爬到树上了 我就不信你不下来 这只白狐的声音 它一定是遇到危险了 老法师 您怎么来了 这只白狐狐狐狸我非常有缘 希望你能放开一条生路 既然老法师您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抓它了 你慢慢下来吧 从那以后 老和尚因担心他再次被人逮捕 于是愿把它带回寺里 不再让白虎独自待在树林 这只有灵性的白虎 一直陪伴在老和尚身边 当老和尚坐船时 白虎就趴在他的船座旁边 如果老和尚坐船时间过长 白虎就会不时地拉拔老和尚 不须息息 示意他要休息 不可日慌闹了 后来这只白虎独自待在树林 后来拖着圣山的身体 在地上方又无法站起 老和尚看到他的身世 也就很快一致 于是变思辨还是 这边平衡无足的平衡 无需方向 长沿地去送人 一共之朝 对人的忽然 又在味方 一直陪伴在树林 这种素敌宫 愿意 因此认识 素敌的简单 白虎死之后 老和尚就将其造语 华斯扣 东方 估计都不能去使用 也会准查人的心情好 他们比无认为 能够更加更加更加 因此 人们就应该生起 灰烈之心 剑杀不断 善待灵气生 地球人 并有自己的 长久和谐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我喝菩萨摩赫萨 我喝菩萨摩赫萨 我喝菩萨被拉杀过去 我喝菩萨摩赫萨 跟你喝菩萨 一切菩萨摩赫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